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福地心 下面讲《量力宝藏论》当中 现在讲的是 量的法相已经讲完了 以这样的量来成立 师尊成为量师父 那么自宗和他宗当中 现在讲的自宗里面 自宗当中 也就是说是第二个问题 建立无我之光明 无中 昨天前面已经 给大家做了介绍 我们的分别心 到了最后的时候可以有一种中解 也是有完结的时候 因为分别念 通过无我的智慧 最后斩断 斩断之后 再也不会产生 所以轮回是无视的 但是有种的 对个别众生来讲有种的 那么我们心的本性 光明的心的本性 也是不是有中断呢 当我获得涅槃的时候 心的现实也会不会 一刹而中断呢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那么下面回答的就是说 没有这个情况 生起密心 因语其语 无障碍果 决定其语 那么我们众生的心的本体 不管是显重还是密重 大家都共同承认为是 空性光明 无理无合的一种本性 这种本性应该说 从凡夫一直到菩萨 佛果不会灭尽 这种光明的心 没有灭尽 那么当然这里所谓的光明 指的是如来藏的心的本体 就像我们在有些论典当中 依靠四种理由来建立 为是种远离 能去索取的一种明心那样 那么在这里也是 产生的这种明清的心 这是永远也是不会退的 不会灭尽的 不灭尽的原因 一个是它的硬具足 任何一个法 硬硬具足的话 果无际会产生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它没有障碍 因为当你获得无我的人我 和法无我的智慧的时候 实际上是这明清的心事 明清的远离能取所取的心事 没有任何的香味之处 没有香味的话 它一直并存到佛果 因此获得佛果的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众生的 平时不清净的分别念那样中断 这种光明的心 不会中止 不会间断的 不间断的理由 尤其是我们讲十两论 或者说是宝行论当中 显宗当中的 就这两个论典里面 比较广述 而密宗里面当然是 万续部和内续部的有关密续里面 这个道理阐述得更清楚 总而言之 我们分别的心 全部也会灭的 因为贪心等等是烦恼障的 然后善论执著的法 全部属于所知障的 那么这些障碍 当你获得无恶的智慧的时候 随着你的证悟的身高 相续当中的之障 能取所取的所有分别性 全部毁灭的 愿离能取所取的 心事的光明 虽然现在不是 我们分别念的境界 但是这种光明的显分 就像我们《定界宝藏》里面 所讲的一样 永远也是不会灭的 到佛果的时候也是 其实佛的这种尽所有之 如所有之 也是以这样的明清心 但这种明清心 以我们分别念来进行推断 揣测 是无法衡量的 所以信心的本性 应该说是无有障碍的缘故 应该会存在的 所以它不会灭尽 连续不断 后面来佛果的时候也应该存在 这个道理 大家应该搞清楚 下面这种 我们前面所推出来的因 是逐变的 建立逐变了 怎么逐变呢 因为我们现在以后的这种心 一定会变成 尽所有之和如所有之的智慧 那怎么回事 可以呢 这跟任何其他的事物 是不相同的 其他的事物 所以也是不稳固的 然后修行的话 也没办法传习的 而且它这样的本体 不可能到了无限的境界 其他的任何事物 没有这个功能和特点 而我们心的本体 会有这种特点 因此下面讲 我们所讲到的这些理论 应该说是逐变的 怎么逐变呢 传习 伟等生命受物 也就是说 我们心的所义 我们下面还会讲的 是稳固的 我们从凡夫 一直到佛之间 在相续当中所积累的这种资粮 所积累的这些功德 一直是真正日上的方式来存在 这说明 我们的所义是稳固的 然后长期修行的话 那么心的这种相续 从资粮道到加行道 加行道到一滴 一滴到十滴之间 一直有所长期 越来越修行 越来越改变 这一点 我们《识量论》当中也是说了 如果我们的相续 一点都是没有改变的话 那么比如说 我们现在学习任何一个知识 你越学越本 或者到了一定的时候 再无法上去的 应该有这样的境界 可是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小到现在 越来越学习的话 你所积累的智慧越来越多 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功德 越来越增上 这一点是凭我们自己的体会 也能感觉得到的 因此说意稳固 长期修学 最后应该能 因为长期这种修学和喘息的缘故 自相续的这些功德 可以越来越增上 这一点我们平时的喘息来 也可以知道 比如说有些人心里面 经常喘息一些恐怖的话 经常出现了恐怖的景象 或者说经常产生贪心 强烈的引发贪心 那么有时候也是出现那种贪心 贪心的对境 也会出现的 这说明我们的心 随着修炼有所改变的 当然这两个比喻 并不是说最究竟的方面来比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心 随着喘息力有所改变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利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的心是随着喘息 随着修行 越来越会有进步 越来越会有进步 这是建立周边 下面第二个问题 讲建立法相 那么心的真正的 最明清到了究竟的时候 那种法相 到底是什么样呢 他这里说了 无而去果成无妙 因为预加显量 前面也讲了 预加显量 不可能有能取所取的 因为能取所取的分别念 全部没有 而且心情的本来光明 即使存在 那么这种形式是无粗妙的 也是无有分别的 但是衡量对境是无物的 因此它即使正量 也没有任何粗妙之处 所以我们佛陀的智慧 和菩萨的智慧 应该从这样的理论来建立 它能照见一切对境 符合实际时事 没有任何香味的缘故 应该诸佛甚至所见的 应该称为正量 他的所见应该是正量 没有粗妙和没有分别 如果有分别的话 当然分别 心和心说是三界的本性 因此毕竟也不符合实际的真相 有这种情况 只是建立法相 希望你们把科判跟前面结合起来 继续宣讲吧 因为我在这里世间关心 如果详细地要推断 就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讲得稍微略一点 下面第三个问题 遣除正义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断圆满方面的正义 一个是止圆满方面的正义 首先第一个是 别人认为我们佛陀断除这种障碍 是不合理的 从这个方面来辩论 有些百道认为我们从凡夫到佛之间 智慧越来越增上 最后获得佛陀的一切知 然后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 这种情况认为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首先他们认为不能断除障碍 所有的这些烦恼障和所知障 不能断除 为什么呢 这些障碍实际上是心的本性 他认为所知障和烦恼障 毕竟它是分别念 分别念的话 那分别念跟障碍无二无别 这样之后 如果断了障碍 那众生就没有心了 因此不能断除 一般的众生想不能断除 即使说 如果能够断除 但一般的凡夫众生 具有愚昧无耻的烦恼 因此他不知晓 断除他极其殊胜的方便性 这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第三个原因 即使他已经断了 这种烦恼障和所知障 但是到一定的时候 也会恢复的 原来断完了 获得阿罗汉果位 或者获得圣者果位的众生 最后他的烦恼 习气又开始恢复 所以不稳固 以上的这三个理由 认为佛陀断除一切障碍的道理 不常理 不能 不小 还有不稳固的缘故 所以认为你们佛教所承认的 佛陀断除一切障碍的 这种说法极不合理 不合理的原因 上面所宣说的那样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我们下面 对他进行折破的时候 就可以折破 那么我们对上述的这几个问题 可以进行回答 其实这些都是在《诗量论》当中 讲得比较广 你们刚才说 不能不小 不稳固 我们说是能够了知 还有稳固 反过来可以给你辩论 第一个是能够断除 怎么能够断除呢 因为所谓的烦恼障和缩智障 根本不是心的自性 心的自性是光明的 而烦恼障和缩智障完全是 现在我们众生迷乱地分别的 它是偶尔性的 就像虚空当中的云物 不能认为虚空一为一体 那么心的本体 绝对不是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自性 《诗量论》当中也是说了 信心即是光明 那么可称 忽然偶尔性的 所以说应该不是它的本性 因此应该能够断除 第二个原因 你们说是众生一旦不知道 断除这种障碍 应该知道 虽然有些凡夫众生 他是依靠佛陀的教言 依靠传承上师们的教言 让自己也是了知 如何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 它要通达空性的见解 通过修行之后 以修行和见解的力量可以断除 所以不了知方便的这种说法 也是不合理的 然后你们说是不稳固 不稳固的这种道理 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从断除种子的方式来 而断掉 这个障碍的根本 就像把种子烧坏了 那种子永远也是 不可能恢复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水银 通过处理之后 它也再不会变成毒 因此通过无我的智慧 自相续当中的障碍 从根本上 从种子稀奇上断掉 这个再也不恢复 自古以来的历史上 不管是阿罗汉也好 佛陀也好 或者是不退转果位的菩萨 从来也是没有变成过凡夫人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事实 真正已经开悟者 证悟者 最后他的证悟退车 然后到了凡夫地 这种是没有的 就像我们讲 阿罗汉果位的时候也是 虽然有些阿罗汉 按照小乘自重的观点来讲 有一种暂时的退车 但这种退车大乘并不是承认的 但这样的这种 怎么说 已经获得佛果以后 然后原来的种子稀奇有复苏 在扭转轮回当中的情况 也是绝对没有的 原因 因为自相续当中的 扭转三界轮回的 根本的烦恼和业 他的相续被无恶智慧的火 已经烧完了 那怎么会是 还有开发结果呢 绝对不可能有的 如果有的话 那么违远了 现在我们实施的因果规律 因此说 这种情况也不合理的 只不过你们外道 对我们佛教 因果的规律方面 并不太了解 因此而导致如此邪见 应该这样来安理 所以我们佛教 自从所承认的所谓的解脱 所谓的获得佛果 从断除障碍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合情合理的 下面是第二个 知圆满不合理的辩论 这是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因修道不合理的辩论 这也是个别外道 这样认为的 他们认为你们佛教徒 认为所谓的佛陀 经过漫长的时间当中的修习 然后凡夫的心到了菩萨 最后获得佛陀的智慧 那么佛陀的智慧 已经变成了无量 无边的一种广大的智慧 那这种情况 是不太合理的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东西 不可能到了无限的境界 他们用了这三种比喻 首先他们用了 一种跳跃的比喻 比如说我们人 有些运动员跳高 跳远 那这样的时候 他当然到一定限度的时候 再不能跳到无限的高度 任何一个国际运动员 没有一个人说 最后一直跳跳跳 一直训练 最后一直飞到虚空当中去 然后到了天边去了 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认为通过跳高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人不能跳 但是慢慢慢慢通过他的训练 会有一点进步 但到一定的时候才不能上去了 所以从这个比喻 也知道你们佛陀有无边的智慧 不合理的 这是一个比喻 然后第二个比喻 它用水的比喻 比如说我们这个水 用火来烧水 最后飞腾 但飞腾的话 最后再怎么样也是 这个水不可能变成火的本性 水再怎么样热 它的温度再高 它的本体不可能变成火的本性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们说是 我们的心通过修炼 最后都变成了 我的佛陀 不可思议的智慧的本性 但这样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么水都应该变成火的本性了 但这种事实也是没有的 这是第二个比喻 然后第三个比喻 它是通过纯金融化 比如说一些金属物和纯金 通过火融化 融化之后 一旦离开火的时候 原来的金子又变成骨体 又凝固了 不可能永远都是变成液体 同样的道理 虽然通过对峙内紧紧修持 断除了这些障碍 增长了智慧 但是你一旦离开了对峙的时候 佛的这种智慧很有可能 变成凡夫人的心了 所以说通过三种比喻 认为你们佛教当中所承认的 佛陀不可思议的智慧 不合理的 对方提出这三种比喻 来进行辩论 其实这些都是在 十两论当中有的 那么我们下面继续回答 观待轻闻 不闻过 浮生气过 不堪语 所以你们的这种比喻 不合理的 要是用比喻 完全是不相合的 这样的比喻用上 那就是不合理的 我们这个佛陀 也就是说 他具有不合思议的 无法衡量的智慧 应该是成立的 没有任何理由 不成立的 而你们在这里面 所用的这些比喻 完全都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首先是你们的这个条约 所谓的这个条约 当然是 我们也知道运动员 他到一定限度的时候 会再不能跳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他的所谓 所谓的身体 那么他再怎么样修炼 其实人刚开始的时候不能跳 不能跳的原因 就是你身体当中 我们医学当中 所谓的线分 有很多的智慧 有沉重的一些元素 因素 那么这些沉重的因素 通过我们的锻炼 通过训练 最后已经遣除了 但是那个时候 你的身体越来越锻炼了 能跳得越来越高 最后你相续当中的 这些沉重的障碍 全部遣除完了以后 你的身体调到了最高的限度 再没办法再调高 进行调了 因为你原来的障碍遣除 从此之后 你的身体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力量 已经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当中 所以身体并不是 无有限度的比喻 而我们的现实 从反复到乃至佛果之间 其实他的心的 慈性 光明和智慧 那这些越来越有进展 越来越有上进 一直到了与说之万法相应的 不可思议的智慧可以体现 所以你用一个 有限度的食物来比喻成 我们无限度的食物 那完全是不合理的 所以第一个比喻 应该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们是依靠观带轻碍 身体是观带轻碍的 一旦他的轻碍离开了 或者当他身体上面的 这些沉重物去除以后 再也不可能有进步了 这就是食物的必然规律 是这样的 然后你们刚才那个水 水的比喻其实所以不稳固 水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用火来进行烧开 烧开的时候 最后温度很高 然后你慢慢慢慢再烧 不可能变成火的本性 最终最多是 因为它所以不稳固 它所以很快的时间 它是水的围成组成的 最后要么烧开 要么它变成没有了 烧干了 已经干好了 就没有了 而我们这个行事 并不是这样的 通过修炼以后 原来的悲心和此心 可以说是可以变成 无我智慧的本性 或者说我们的行事 逐渐逐渐可以 这个慈悲和本性的 这种本体可以体现的 因此我们现在的这种 慈心和善心方面 可以变成佛的本性 这是十年论当中也是讲了 为什么说我们众生的 慈悲心是心的一种光明成分呢 十年论里面讲 这是因为每一个众生具有善心 比如说非常粗暴的 像猛兽 他们的相续当中 也对自己的儿女 对自己的孩子有慈悲之心 就是这个缘故 但是这个缘故也是一种理由 其实这种慈悲的心 跟贪心成心 当然如果仅仅是 用这个方面来比喻 可能老婆和这些 相续当中也有贪心 与这个理由比较相同 但是它这里的原因 因为慈心和悲心 实际上是无我的智慧 不相为 这是十年论当中也是讲的 让我们无我的智慧 越来越增上的时候 慈心和悲心的智慧 也是沿着它 跟着它可以去的 而贪心和嗔心 以及嫉妒心等 这些烦恼分别念 与无我的智慧完全是对立的 相为 直接相为的 因此说 只是在佛地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慈悲心 最后无分别的慈悲心 越来越增上 最后到了佛地的时候 慈心的光明和智慧的光明 应该是以增上的方式来存在 而贪心和嗔恨心 与无我的智慧完全是相为的 就像水和火一样 那这样一来 那么佛的智慧面前 贪真的烦恼分别念的部分 就是不管是有缘的方式也好 无缘的方式都不存在 这个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说我们刚才第二个 水不能变成火的本性 它的所以不稳固 而慈悲心变成佛陀无我智慧的本性 心的所以是稳固的 从你不管是众生 转生到地狱当中也好 旁生当中也好 然后来自一地 到十地之间 全部是依靠我们光明如来藏的 本体稳固而产生的 所以你第二个比喻 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第三个 用镜子 用镜子的话 这种不合理的 当然镜子离开来火的时候 它就变成骨体 这是对的 可是我们这里以断根本的方式 已经侮辱了法的本性 实相 侮辱了法的实相 那它永远也是不会退转的 因为你以前在迷乱当中 这种迷乱的现象全部取开 而侮辱了它的真正真相 那你已经获得了 一种殊胜的果位 但最后也自己退市到 凡夫的这种现象 这种情况绝对是没有的 可是你刚才那个 镜的融化 它也是一种 当它的火离开以后 它会变成这样的 但是这个 跟我们现在所用的十五 这两个比喻 完全也是不相同的 因此你们用这种三个比喻 来说明佛陀的辩知智慧 不成立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反过来说 我们自宗的观点来讲 应该说佛陀的智慧 完全是依靠清分的力量 依靠串习 依靠所有文果 最后断除所有种子之后的智慧 净所有之后 如所有之智慧 完全都是成立的 因此具有这两种智慧的佛陀 在世间当中也是成立的 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回答 这是因的 修道方面的辩论 现在遣除过辩知 不合理的辩论 对方这样说的 唯有修习空心悲 变成必行随可能 然诸说者无有辩 坚力辩知是困难 就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对方也是这样讲的 他们说 你们所说的刚才 空心的智慧的功德 还有悲心的方便法 这两个通过串习 最后自己的心真的 大悲和智慧无二无别 像佛陀编制的这种智慧 这是有可能的 通过你们上面的分析 我们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了解 为什么不能了解呢 你们佛教里面说 佛陀编制 能通效一切万法 那通效一切万法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一切万法如果有编辑 通效它也是可以的 但是整个世间上的 万事万物没有编辑 没有编辑的话 那么佛陀的智慧 怎么会通效一切万法的编呢 这一点是不合理的 这一点是有一定的困难吧 对方给我们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对他进行回答 应该用两个方面来回答 首先是 主要之意 不起火乃是编制 如中聚 这是一个方法的回答 那么我们对他进行回答的时候 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 其实自古以来 佛陀不能成为编制的这个辩论是有的 但是我们佛教徒 真正按照两大例子 法生论师和承论论师的观点 来能进行分析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 很容易回答的 古代一些具有邪见的人面前 以古代的文化和 古代的逻辑推理方式来可以进行回答 然后现在的有些现代人 也有各种现代的分别念 产生种种邪见 对他们面前 以佛教逻辑的推理 以现代一些文化的方式来 进行回答的话 也完全可以达佛 所以说我们佛教徒 害怕不懂佛教的原理 如果懂得了佛教的真理 那么对方回答问题方面 绝对不会有任何困难 但是现在有些佛教徒 因为平时也是没有这么研究佛教 这样之后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说 凭自己的分别念来进行回答 恐怕是考不住的 因为现在有些世间的智者 他们相似的智慧 应该说是比较尖锐的 所以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对他进行回答 很多问题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会用以前的 英明这些论师们的教力 应该说没有困难的 那么我们对他怎么样回答呢 回答的方式是有两种的 所谓的建立 佛陀就是辩知 有两个方面来建立 有一个是什么呢 要所谓的佛陀 撤知一切必要义的 以这种道理来进行论证 佛陀就是为辩知量世物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 撤知一切万法的意义 以这种推理来 也了知佛陀就是辩知 应该有两个利益来讲 那么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知道 他是所谓的辩知 那么不一定要 了知所有无边无际的万法 就是不一定要了 但是应该了知 该了知的就是 对于一个人 希求满他的愿了要 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问题 必须要精通 如果你精通了这个学问 也可以叫做辩知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这个叫做智者 这个叫做智者 有些是可能专门研究无理学的 无理学的学者 我们也称他为智者 可是这个无理学的学者 他对天文定义会不会精通呢 不一定精通 但是人们可以称他为智者 所以以这个比喻 可以说明什么呢 就是佛陀主要了知一切众生 最需要的这件事情 所以也可以称为辩知 当然这个时候 有些人可能怀疑 那这样的话 佛陀主要了知的事情都是值的 万法是不是不知道啊 那这个不用怀疑 下面还是会给你回答的 那么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世间当中 尤其是成立在三界轮回里面的 可怜的众生 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赶快很快地 迅速要离开三界的痛苦 每一个众生来讲是迫不及待 极其需要的一件大事 比如说在一个监狱当中 非常痛苦的众生来讲 他其他的事情来讲 监狱里面的所有建筑物的分析 然后监狱里面的其他的一些知识 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的 就像是这里面 就想解脱出来 那么对这样的人来讲 了知解脱的方法 可不可以叫编制呢 可以叫编制 所以按照十两论的观点 第一个佛陀就是编制的唯一理由 佛陀无误地宣说了四地法门 四地法门一般世间当中的 任何一个学者和智者 他们根本不能通消他的奥义 因此我们要知道 众生要离开痛苦 首先必须要知道众生的痛苦 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基地 业和烦恼 那么这样的根 这样的种子是依靠什么样来断呢 就是依靠道地来断 依靠道地来断的话 最后出现什么样呢 就是灭地的果 所以四地对现在的众生来讲 非常的重要 就像以前佛经当中 也是有个比喻吧 比如说一个人 他的心脏当中中中了箭 中了箭的话 那么对病人来讲 需不需要分析 这个箭的质量是什么样 从什么地方摄来的 然后现在他的长短是多少厘米 那这些对他来讲 不是很重要的 应该把这个箭拔出来 从他的痛苦当中 马上获得解脱 这一点很重要的 我们众生现在已经 中了烦恼和痛苦的箭了 然后从这样的痛苦当中 马上获得解脱 这是非常关键 而且极其需要的一件大事 所以说佛陀为众生 宣说了四地法门 宣说了缘起空性 这就是能成为辨知的 最好的一个理由 那么这样可不可以成为辨知呢 可以成为辨知 他这里主要之意 不起火 乃为辨知 如众聚 它众聚 比如说 众人具足的话 人全部来了也可以说 或者是药 比如说我们制一个病 配一个中药 现在很多我们的 中药医生会知道的 那么药全部齐全了 是不是世界当中 世界上所有的 中药全部齐全呢 也不一定 你要制这个病的时候 噢 这个病人来了 药全部具足了 可以了 你现在可以 药全部带着就可以 那是不是世界当中的 所有的药全部他备住呢 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人们平时说话的时候 就是药全部具足了 人全部来了 这种说法都是有的 那么佛陀一切万法知道 一切万法知道的意思就是 四地法门了知的话 其实这个也可以称之为辨知 辨知的一个理由 叫做必要的一切是通宵 通宵一切必要之事 必要是什么呢 就是众生最需要的 最赶快要解决的事情 就是需要解脱 但是解脱的大师 唯一佛陀能解决 其他任何凡夫众生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有多少个智者和学者 和一些理论家和文学家 可是这些有没有力量 或者是有智慧呢 让我们众生在轮回当中 获得解脱的办法有没有呢 一个也是没有的 他们自己也是 临死的时候 多么可言啊 这些科学家 你们也看一看 他们科学家的传记 有时候我看了一些 非常出名的这些科学家 最后临死地转过 我不想看他们前面的贡献 只看后面的那个 他们临死的痛苦 他们在世间当中 获得什么样的奖 获得什么样的荣誉 最后离开的时候 跟我们平时的山沟里面 一般的一个老修行人 完全是比不上的 有些老修行人 这些方面 虽然没有什么精通 但是在临死的时候 都知道自己的心 是怎么样转为道用的 那么这是一个下面以偈颂的方式来 总结前面所讲的意义 萨迦班智达在 智者入门当中也说了 智者有两种 一种智者 了知一切万法的学者 这种人叫做智者 还有一种智者 叫做对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知识 智者 精通的话 这个也叫做智者 所以智者有两种 那么在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们今天听法的行列当中 所有的听法者都来了嘛 我们说是来了 全部来了 但是里面什么牦牛 小狗 小猴子 没有参加的话 有没有过失呢 没有 那你不是刚才说 所有的听法者来了 那听法者里面牦牛也可以听法 猴子也可以听法 种下善根 那牦牛不来的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上不成课 没有这种原因 我们平时 啊 今天人全部来了没有 我们昨天开会 开会的时候 啊 现在人全部到了没有 啊 人全部到了 那没有到啊 美国人还没有到 非洲人还没有到 我们没有这种说法 所有人全部到了 也是有些人没有到 也可以的 所有的闻法者 全部到了没有的话 啊 闻法者里面牦牛也有 大象也有 他们没有到 所以现在上不成课 没有这种说法 因此我们平时的一些语言当中 所谓的辩制 值得在某一个范围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知识 精通的话 也可以叫做辩制 但是人们没有说 这不能叫辩制 还有其他的没有知道 这种说法是没有的 但我们有些人认为 是不是这样的话 佛陀有些事情 有点不知道 他这里知精通四地法门 其他的知识是不是不知道 因此在这里用这种方式来 开始覆盖真理 是不是这样呢 绝对不是 实际上佛陀 也是能知晓一切万法 那么知晓一切万法 下面都用这个推理来进行说明 那么他这里 因或凭借毕量者 成立必为一切知 或者我们通过毕量 当然显量知道佛陀的智慧是 无量无边 谁也没有办法 阿罗汉也是去观察佛的智慧的时候 也是无能为力的 然后即使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 也是去观察佛的智慧 到底是不是辩知的话 他们自己也是没有办法 小人的智慧 没有办法衡量大智者的毒量 世间当中也是 绝对不可能容有的 但是我们通过毕量可以了知 佛陀完全都是辩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对世间的任何一个 非常细微的 非常深恶的 就像空行 五道师弟 以及业因果的这些关系 这么细微的一些道理 了知的话 那么比较粗大的 或者比较容易的这些事情 决定会知道的 比如说 我们要讲一个地方 如果他讲经说法 或者讲一个事实的真理 那么他讲的过程当中 完全符合实际道理 而且他的语言 没有任何前后的矛盾 那么我们称为 他所说的道理是正确的 并且他自己有 显量所见的 比如说一个人讲他自己 故乡的一些事情 那么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自己有了 显量的境界以后 才可以讲出来 啊 我在家里面有什么什么 我的故乡如何如何 他完全我们通过 他的语言来推断 他自己已经照见 有这个比喻 那么还有一种 我们以前有些论师当中 佛陀是编制 为什么呢 他如是甚深的 薄弱经都能宣传 何况说我们现在 迷言当中的迷乱现象 通过这种推理 也可以知道佛陀就是编制 佛陀编制的这些理由 应该可以知道 或者是我们在日光下的 积极细微的微尘 如果显量见到的话 那么就是 如果你心再进行专注 前面的瓶子 珠子 这些都是完全可以造见 没有任何问题 同样的道理 我们应该知道 佛陀决定在世间当中 是一切智子 一切智子 刚才也讲了 一个是 了知一切必要事的智子和 然后了知一切所知的智子 一切智子有两种 但佛陀是二者 我们世间的有些学者 是七种之一 可以这样说 比如说 精通天文地理的智子 他因为了知天文地理 我们也可以名言当中 称为一种智子 但是佛陀并不是这样的 既要知道一切必要知识 众生最需要的佛陀就是知道的 然后又要知道一切万法 因此我们通过推理 佛陀就是立为一切辩知 在这个世间当中 任何一个人的智慧无法相比 无法比例 当然这些道理 我想通过我们学习《思量论》 《乘量品》 然后自己也经常看一些 佛陀的深奥的因果道理 空性道理 缘起道理 这样之后知道 佛陀真的是有非常殊胜的特点 以前我们也是讲《中论》的时候 在这方面大家都 好像当时对佛陀产生一种信心 大家都感觉 佛陀说那么甚深 从我们凡夫的眼光来看也是 佛陀所说的这些 缘起空性的理论 如是的生 那应该知道 世间当中所有的知识 对佛陀的 尽所有之面前来讲 也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因此世间以前 目犍连虎他们都经常测试 佛陀到底是不是辩知 然后在佛陀面前 做各种各样的誓言 最后他们自己也是特别害怕 这个公案以前也是给大家讲过 所有在这里不讲 因此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 有些人 佛陀就是缘知 因为他在科学的一切没有之前 身上的八万四千个昆虫 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因此佛陀就是缘知 但这是一个相识的理由 并不是很完整的 这一点是非常简单 佛陀在有关医学的一些虚部 一观一些密宗的虚部当中 众生身体的这种结构 包括我们心事的分析 身体上面的同类 还有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 大大小小的这些事物 有所说明 但是这一点实际上对佛陀的 经所有知来讲 也是完全不是困难的事情 还有些人来讲 那这样佛陀为什么不讲 现在什么 讲造飞机 或者造火车 那么重要的事情都是 佛陀的佛经当中 为什么没有啊 造飞机如何如何 那这些佛经里面有没有记者 如果没有记者 佛陀不是鞭制 有些也是说一些相似的理由 那这也不一定的 既然鞭制 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怎么样杀猪 杀猪怎么厚 或者造蚂蚁洞的时候 蚂蚁洞里面有多少多少 蚂蚁洞到底怎么炸 其实这些 我们世间的密乱众生 认为是 飞机是多么了不起 火车是多么了不起 原子弹是多么了不起 爱因斯坦是真的很伟大 很多人是这样想 但实际上在佛陀的智慧面前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普遍的 三界轮回的众生 以被三种痛苦折磨住 这个是最困难的 所以给我们宣说了 元气底的最重要的发明 其他的我们迷乱众生 每一个人的分别念当中 自己觉得有一种 各种各样的形象 在佛的智慧来讲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没有任何意义的 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事情 一一一地做 没有意义的 所以并不是不知道的 受这些问题上面 大家应该详细地考虑 考虑以后 我知道原来真的 佛陀慈悲的这种开始 就是为众生 获得解脱的方便方法是开始的 而其他没有特别观言的 怎么样吃饭 怎么样炒菜 那么对厨师来讲 他觉得 啊 佛陀既然是变者 那么豆腐和白菜 这两个炒在一起 到底胃口如何如何 为什么不给我开始啊 可能对厨师来讲 这个是很关键的 然后一些牧民 极牛奶的这些人来讲 他认为 啊 极牛奶的方法 为什么佛陀不告诉啊 可能 有些想制造飞机的人来讲 他认为 啊 为什么佛陀不告诉这些 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这些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每一个众生的 迷乱分别念面前 想得非常多的 这些不是很重要的 最关键的就是 要讲四地法门 这就是编制 下面一个暂停戒 宗经戒间有所说 染于境内顿时现 如是说之 无知境 否知刹那即彻之 我们世间当中 在纵然一个戒当中 也是说不完的 或者是漫长的世间当中 也是无法宣说的 有些事物 通过《愿光经》的缘起 顿时显现在里面 比如说四大珠 须弥山 还有世间当中的未来过去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 我们用语言来说 可能说之不尽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可是在藏传佛教当中 专门也不仅仅不是藏传佛教 其实印度也是有《愿光经》 以前我专门写过一个文章 但后来没有出吧 那个《愿光经》 非常奇妙的 因为这种修行人通过连着 通过镜子的一些缘起力 他的观察在《愿光经》当中 完全显现过去的很多事情 未来的很多事情 通过缘起方式来 各种各样的景象 在镜子里面可以显现 当然这个眼睛 有个比较特殊的眼睛 才能看得见 一般我们有些人的眼睛 不一定看得见 镜子当中 三世的一些未来过去 和现在比如说 所讲的这些对积入禅当中的道理 以缘起表示的方式来 在镜子当中可以顿时现前 这是非常奇妙的 我们一般的人 想象不了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 佛陀的今所有知 和如所有知智慧面前 未来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以及现在所有这些食物的 细微和粗达各种各样的景象 顿时现前 业佛相都是不遮掌 完全现前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见价 所以法陈论师也是说 如来便知不可思 我们凡夫人怎么样想 也是无法了知的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佛经当中 未来的龙猛菩萨 无诸菩萨 如何如何收集佛法的毁灭和形成 以及未来界的各种政见 全部说得清清楚楚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的智慧当中 未来过去现在的一切景象 顿时显现 这是我们凡夫人怎么想 也是想不清楚 因为我们凡夫的这种智慧 必然是有限的 因此这就是不可思议的 刹那间当中 也并不是佛陀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维 一直迷思苦想 最后稍微知道 默默糊糊的有种外情 不是这样的 一刹那间当中 所有的世间当中 各种顺行万变的事实 完全呈现出来 这就是佛陀不可思议的 智慧的功德和威力 当然我们多学习一些有关 比如说佛陀的智慧和功德方面的 大乘经典的话 才知道佛陀的地区区 跟任何凡夫和菩萨 都是不相同的 包括《顺炼三宝经》的讲义当中 也讲了 佛陀编制的一些功德 因此我相信大家 各位应该对佛陀有身心不一的定解 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 我们才成为 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学到这里 中文字幕《沙县低报》到了 中文字幕《沙县期》 叙喊禁τού面135 之神器 sales人Europe 中文字幕《沙寺亚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